关注中国器官移植滥用问题 马来西亚移植专家阿迈德医师 在日前上新唐人新闻新视野谈话性节目时提到 隐藏在中国器官买卖背后的 是国家有系统的蓄意杀人 而且已经有成千上万人牺牲 阿迈德医师说 各国应该制定明确法令禁止跨国器官买卖 更重要的是必须由政府、医界、媒体界一起共同来努力 才能够制止中共强灾器官谋取暴力的行为 加扎利·阿迈德前马来西亚肾脏医学会主席 远到来台揭露马国病人赴中国移植的严重术后风险 他感叹病人带着感染回国 医生却拿不到中国病例文件参照 阿迈德医师更进一步提到 国际有不声美举的证据 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两心犯器官 但中共活摘罪行却没有停止 所以它是关于获得的证据 我们都知道 但多少人都知道在那里 然后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这些错误 他们就在这些错误 这些犯罪是正确的 一个系统的犯罪 一个公司的犯罪 亚洲人的犯罪 所以多少年多 多少亚洲人的犯罪 我们在凌鲁美丰 多亚洲人家 那些人都发行购买 �organ在中国 也同时比较少 与 Malaysian 我们不可以工作 alone 我们必须找到媒体 我们必须找到媒体 我们必须找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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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找到了公司 准备摸 从被冲阮击 我们必须找到公司 我们必须找到公司 去控制 广告 托法轮专 托法轮行 从马来西亚特地来台 揭露前往中国移植器官背后的风险与黑幕 站在台湾的土地上 阿迈德希望台湾移植协会 也加入国际反活摘的前线 他强调这不仅仅是医生责任 更需要社会全体认知与行动 新唐人亚特电视台湾台北整理报道